近日,一则多位明星给缅北四大家族白锁城之子白银仓晋升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轩人大波 视频中杜旭东、曹查理、关小彤、谭剑刺等明星都向白银仓送上了祝福 让网友们感到十分惊讶 不过,很快就有人揭露 这些视频其实都是有偿定制的 有些明星甚至不知道视频的具体用途 只是被经纪人劝说接了工作 这一事件让人对明星祝福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也让人对明星的经纪人的职业道德感到质疑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明星祝福这个关键词 发现有不少电商平台店铺在售卖明星祝福视频 声称可以对接明星本人录制 只要付钱就可以定制自己想要的文案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个店铺 客服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提供郭东霖 送小宝、孙楠、乌启贤、张信哲等明星的祝福视频 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安排明星拍摄 记者又联系了一位主营艺人经纪的汪琪、华明 他给记者提供了一份报价单 上面还有关小彤、谭剑刺等明星的名字 汪琪说他们是通过一些渠道和明星的经纪人联系的 有些明星是为了赚钱 有些明星是为了增加曝光度 有些明星是被经纪人蒙在鼓里 不知道视频的真正用途 他说这种事情在娱乐圈很常见 只要不被曝光就没有什么风险 对于这些祝福视频的真假 记者分别联系了关小彤和谭剑刺的团队 得到了一致的回应 这些视频都是假的 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 也没有开放过这样的渠道 他们对这种造谣诽谤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也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他们还呼吁网友们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不实信息 要理性判断不要盲目跟风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名誉和尊严